科學生早安,跟大家見面 今次我們將一個虛擬神像王博士化成一個全式的虛擬物體 很難證明我是不是虛擬 你當然是虛擬,從來都虛擬 你可以說我根本不是在你旁邊的一米範圍內 是嗎? 是嗎? 這個技術是很高深的 暫時我們都將這個專利權隱藏著 到適當時我們會申請專利 今天開始這個科學生知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這個新聞是點唱的 理論上其實我沒有什麼興趣 但由於坊間太多人要求在我們一個節目評論一下 所以我就簡正介紹 後面那張圖片就是中國的太空站 應該是天什麼,不知道天什麼 有三位太空人 那個地方那裏有一個茶几 不是茶几,有一個桌子 類似桌子的物體 擠桌子 擺了一杯水 一般人來說覺得在無寵狀態之後 一杯水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大家當然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不需要去辯論 這張圖片是真靈假 或者這張圖片是真靈假的 因為中國去辯論這個真假的問題 是很多餘的,浪費時間的 但我們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這個情況在太空站可不可能 反而這個比較有建設性 我自己也有留意這個新聞 我不是說不願意說 但我又覺得既然有聽障 我又有興趣去聽 我亦有特意去看 有些資料 有些是值得說的 這裏是天公教室 我先看到天公教室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純真是講科學角度來說 這是一個好的練習 太空人親自講科普 你說在美國當初進入太空時代 好做很多這些事情 甚至乎如果大家還記得 當年的挑戰者一號爆炸的時候 80年代 有去出女中學教師上去 其中有一位不幸遇難的 就是一位女中學教師 當時是列根時代很銳意 就是要培訓一些教育科學的人員 他們想到一個想法 就是讓中學的科學老師 跟著一起上太空去感受一下 在這個天公教室裏面 其實我了解一下 他有很多給中學生講的 例如說牛頓力學 講的鐘擺運動 很多在無重狀態之下演示 其實是挺引人入勝的 你可以說是中國大陸 他在做科普裏面 我覺得一個很值得去 這裏我會是高度評價的一件事 我們不會說為罵而罵 他做得好 但有一個我記憶很深 因為很小的看 就是有一個太空人在月球 拿了一個很重物體 和一條 一個鞋、一條羽毛 我覺得這裏值得講講 因為很多人都懷疑 加利略是否真的在悲殺邪塔 那裏扔我兩個波 我去過的 但我想是不可能的 其實這樣說 很多時候 將官李戴的也有 有人真的在那裏做 但那是否加利略 但最後最能夠合理地解釋的 就是用加利略開始奠定的一些力學基礎來解釋 這一種就是用一些很簡單的 我們叫做table talk的一些演示 其實就很容易去跟觀眾交流 將一些好像看下去很複雜的物理概念去表示出來 而那些概念甚至乎跟他們對象的那些中學生是很有關的 所以是一個好的練習 但我要說回剛才加利略的例子 因為空氣之下有阻力 所以理論上在地球做這個實驗本身就不太理想 但在月球做真的可以看到 空氣阻力會低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 基本上在你的肉眼看到 輕的東西重的東西 你大約同一時間放手 同一時間落地 不會說誰快點誰慢點 就不像在地球上這樣 所以物體墜落其實是一個引力的效果 你可以慢慢把這些因素撇開 這張照片引起什麼討論呢 大部份的朋友都說 要是從中國的社會現象看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從兩個角度去看 其一就是在太空站內 由於是新主角無重狀態 以前我們已經說過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放屁出來 然後會怎樣 是的 或者你都可以想像 你有杯水在這裡 你將水倒出來 會怎樣 那個水會變成怎樣 就是在太空裡面 和在地球上面有重力的狀態 照計是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或者反過來就是 有些東西你在太空很容易實現到 在地面很難實現到 但是有些又會反過來 你很容易 譬如地面 放一個玻璃杯在桌上 你很容易看到水就這樣 就這樣 你不會想像 那些水會發瘋自己跳出來 但是在太空裡面 你就會想像到 不知道台長你知不知道 美國太空人用橙汁來表示 是 他將沖一杯橙汁 在杯裡輕輕地拋出來 就沿浮著有個橙汁的波 它自己會走回成一個球型 球型上面有很多起伏變形 因為你給的時候 有些震動 但它大體上 就會維持著橙汁波的狀態 甚至乎橙汁波比較小 你看到太空人一口吸 就吸了去 這樣就喝了 現在看到這張圖片嗎 是的 讓台長這麼大一點 看看 你也大不了 大不了 大不了 我只是說 在太空裡面做這些演示 但反過來你要杯水 這杯是否類似的情況 他們用很多東西來玩 你要在太空裡面反過來 你要杯水乖乖地 好像在我們辦公室桌面上 乖乖地停在那裡 反而就難一點 我就說不是不行 不過你那個條件設置 要很小心放得很仔細 否則你加一會去自己的走路 現在有一張圖片 就說到這件事 就是太空人想喝Foodpunch 是的 那整個面都是 是的 然後另外有扭毛巾 有一個扭毛巾 那些毛巾 你以為水一扭出來就 一扭出來就 掉下來 不是的 一扭的時候 水一扭到外面 就包住了你的手 和毛巾 然後你鬆開手 又吸收回去 你是沒有辦法 用地球的方法 來弄得毛巾乾一點 這個在太空上面有出現 根據這些我們看到的圖像 大家就會覺得 這一張在太空站的圖片 有一杯水放在那張摺桌上 有人有很多匪夷所思 對 對 甚至有人質疑他為何要站定 是的 其實這樣說 公道一點說 你要站定 他有其他的照片 你可以找到 他在地上有東西扣著他的鞋 他一定要用腳 在那裏 好像一隻鐵拖鞋 你吐了腳 去定住自己 或者有一條肝 你頂住 於是你才可以定住在那裏 否則你的人就飄了 反過來 在太空上面旁邊的電腦 甚至你真的要放一杯 你一定要有東西綁住他 太空裡面比較容易 常用的材料就是 那些叫WELCO 那些九毛貼 那些 你要定住的位置 你就把它黏住在那裏 平時我們用的 3M的貼 是的 甚至乎那些杯 那些都是的 你是要有 令到它可以貼住在那裏 定住在那裏 那是否他們 在太空站裡面 那些日常用品 都會這樣貼 是 雖然 在國際太空站裡面 很多東西都會亂飛 但是 一個正常的practice 那些東西要很有手尾 你又可以很沒有手尾感 擺定在那裏 然後你一放手 你手勢好的話 它永遠在那裏 正者行政 但是你手勢不要擺 一蹭一蹭彈出去 它就會慢慢慢慢飄移飄移 其實周圍廊 周圍飛 那這個不是和牛津力外有關嗎 即是說 law of inertia 是的 另外有一個麻煩點的地方 就是液體的處理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對於舊一代的太空倉 舊一代太空倉很忌忌 就是裡面如果有些 好像圓不碎的飛來飛去 發生火災 有液體飛來飛去 液體不只是完一杯水 不是產生火災 有幾 breeding排泄物 尿液飛來飛去 添了進就算入さ 鋒噠噠噠噠噠噠 這是很大忌的 從來由太空後燈繩液體 都要小心 但是當然了 你要保護個人 做工程 你一定要為有人犯錯 有因此決定 在现代工程上的设计 你一定会遇到有人堵舍水 所以电脑本身一定要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万一有差错 差错可能你想不到这么低的程度 就是去厕所 后级不实陷了一些出来 有些甚至可以是液体或固体 气体是最账备 如果在太空瘡本身有一些人体排泄的气体 那些气体随时是可被燃烧的 因为我也说过 很久之前我们提过在太空瘡内放屁 日本有个例子就是 医生在做一个手术的时候 女生病人放屁 然后被激光烙烙烙烙的 这些事是必须预防有人会出床 所以整个设计时 这些事都是可以如期地 撲灭和减少的伤害 例如在天宫教室里放的水 我觉得大家最好不要只由照片到图片说故事 常文下理他们会做很多演示 通常这些水,太空人喝的日常水是不会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要演示 因为其中一个天观教室有一个演示就是 要将一些动态展示给大家看 所以他就放了一杯水 如果要一杯水乖乖地黏在这里 不是不可以的 你要留意就是 在这个情况下 在太空上你的杯水乖乖坐在这里 是困难的 因为它要乖乖地黏在这里 水和水之间会互相牵引 水和水分子之间有吸力 英文是否叫Viscosity 它其实是讲了化学一些它是Hydrogenbond 它是轻健 将它保持住 令它有一个结塔塔的性质 也有一个表面的张力 去维持着它的形状 当然了 这个玻璃杯本身也是有能力 这个其实很有趣 大家如果看看玻璃杯是黏杯的 你如果倒酒露 玻璃杯是更加黏杯的 我们在饮酒中有一个术语 叫掛不掛杯 掛不掛杯的意思是 你将酒清澈了 它下来的时候 你还有一些黏了杯 掛杯就是那些酒的液体分子 或者水分子 它怎样和玻璃那里 会黏成一层 你会看到大家的张力不同 掛杯的情况不同 那杯是酒还是水 大家有时候开玩笑 这杯不掛杯 有这样的术语 水也有一个掛杯 没有酒那么强的掛杯能力 意思就是 它和那个玻璃 透明玻璃杯 也有一种牵引在那里 所以玻璃杯有能力 是憑着它自己的那种牵引力 来去将这块水 保持在那里 然后水自己也会保持在那里 所以你如果 不要很大力干扰它 去搖它 你轻轻地把它放在那里 静止得足够久 一段时间 它是可以相对地 乖乖地在那里 你不要动它 到你真的要拿水出来 去示范的时候 你才会倒出来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所谓乖地在那里 但整个太空站正在动 那为什么出电动 你可以说 这样说 它的动力 也算是快还是慢 以天宫这个太空站来说 天宫的实际数字 我报不出来 但是譬如说 国际太空站 因为这些载人太空站的轨道 大约都是以公里计来地面 以公里计的轨道 它每天会环绕地球15转 天宫可能和这个数字有差异 国际太空站和轨道有些不同 但你见过数量级大约都是这些 在那个地方就是它是在动 但是你动的时候 你都不会感觉到 好像是在轨道上 将你轨道上的那种 相对 它是相对于地面 都是一个无重 你是不停地跌 不停地受到地心吸力的牵引 但你也不会跌得很过分 跌了到地面 因为本身它的速度足 令它维持了轨道上 但是其实这些国际太空站 它在一个大气层 比较外围的地方 都是有一些很稀薄的空气 是有阻力的 所以就算国际太空站运作这么多年 它间不中就要去绷一绷自己 提升轨道 否则你不理它 它就会像天宫一号 它会自然地去 它会跌下去 和大气摩擦解体 就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所谓的水 是viscocity 不是张力 我忘记了 是可以计算的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 它已经计算了 其实这样的 你可以对于每一种的液体 都可以计算它的viscocity 也由此可以计算到 它的表面的张力 那这个是不是张力 本身使它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可以保持稳定 可以说是 如果没有张力 它里面每一粒 你向上飞 我向左飞 你又阻挡不了我 我阻挡不了你 它便会亂地散开 就好像一堆意大利品 在手里 你一松开手 它们自己没有办法 相当地方便均匀 那一滴墨水 就会散开 只要一滴水滴到清水 全面便散开 但这个水 本身有一定的能力 去均匀 但你太大力 一抓 你一隻手 它便会散开 始终它的张力是有限度的 所以在太空站 如果你水一倒出來 它就散开 是的 但你手势够好 它是不会散开 它会負到一个球 而且他喜欢球形的形状 但如果你本身已经放在玻璃容器 他和玻璃容器自己有一种牵引的时候 他也喜欢贴着玻璃容器 这个是否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 可以说是 如果你静静地放在那里 物理学上你是有能力 在太空站中将一杯水静静地放在那里 最好黏着它 不要让它自己到处飞 然后就算是乱动也好 但在水里自己黏着都会倾口黏着 原有的动力慢慢散失到周围的时候 最后会达至一个比较稳定地黏住的状态 你可以想像的是 如果用极端的比喻 你自己买一盒麦芽糖 用筷子撩开一块 然后不要吸盖 你等够几个小时 它自己都会平坏 是的 它会出向平衡 但是今天说的全部都是中学的物理学 不是太高深的东西 所以理论上中学生看了这张图 其实是可以解释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是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争论这件事 但不过 我们现在不是证明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一定是真的 除了这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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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本土以外发射 其实如果美国自己做的比较少 是的 如果以我所知 当然美国自己在Texas Houston 这些地方发射最多 另外佛罗里达 金马迪国 是的 另外你如果要离开美国本土 又很喜欢在那个叫做 尤其是欧洲 很喜欢去到那个 南美洲北边 龟亚南 那些发属 那些地方 那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发射站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 西昌 嗯 某些敦煌 我记得 嗯 好 走泉 走泉 另外甚至 其实有人主张海南岛是很适合的 是的 一般来说就希望尽量靠近尺度 就可以比较折省一些燃料 去将东西扔出去 放到纽西兰的原因 具体上我自己不太想 但是这个是南半球 是的 因为纽西兰自己你说 是否很近尺度 又未避免 差不多到六合几年 这个我纯粹可能 有其他上的考量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这个project 可以这么新的资料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 说简单一点 射东西上月亮 嗯 接着你又用第一个反应 又射东西上月亮 为什麽 他这次仍然不是射人 但是这样说 做太空任务 很少可重复 每次都有一些事 是以前没做过 否则不会有人愿意 让你这样 去无端射东西上去 那么他这次 就是会飞到上一个 他不会着陆 但是他会在一个 以前人没试过的轨道 就围绕着这个 正面有人去过 背面有人去过 但是在南北極上 上面绕过圈 原来竟然没有仔细做过 或者可能有人 不断做过 但是没有仔细地拍摄上面的东西 有时任务去做什么 你很容易由他 这个project的名字 你大约比较好一点 就是去捕捕这些石头 他就不是去拿上面的石头 他是一个比较低的轨道 去影响南北極的地貌 然后去捕捕了上面的石头 去求起伏 去仔细地了解上面的地理结构 的一个project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 那价值在哪里 你其实要看这些 你要看回先前的上吻下来 其实在近这几年的时候 我们除了在探索火星路上 找到很多东西之外 怀疑有没有一些生命 可以容许生命的条件 曾经存在过 现在我们知道是 是曾经有海洋的火星 但是月亮呢 原来我们也发现到 较南北極的地带 是可以有冰的 但是大家又会想 我们可不可以在月亮那里 整个基地 首先就是我们要探索到 上面有没有适合的地貌 如果上面有一些东西 已经是上面有 我们不用带去的 我们就可以带少些东西上去 就变得更加容易 在上面建立个基地 其中有人的说法就是 比较倾向 走去上面南北極的地方 因为在太阳 曬到和曬不到之间的位置 温度相对是温和一些 这个我们记得 以前去年的杂数有提及过 如果上面附近还有些冰的话 正好 温度适而有冰 那去建立一个基地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材料 上面最多的原材料是沙 泥沙 去建栏 可以有得想 然后如果有水 你可以混水 你可以混水泥 即是混水泥出来 你自己带一些钢筋上去 那你就会建栏 当然你又要有些机器 带上去建造 另外那里的温度相对 如果比较温和的话 不只是说它绝对的温度 如果是宙夜照到和照不到 温差不是太大 相对地球补 普通的材料或建筑物 都可以在那里挨久一点 因为如果你 长期都是 入口晒到认识的地方 没有做不到的 百多度 然后去到背部 又可以零下二百多度 你本身对材料的要求 就已经是很大 所以大家如果梦想 将来会有一些月球上的基地 就一定是想南北极的那些地方 所以这次可以就是说 是一个初步 比较探索性的一个project 就不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想知道上面有什么成分 而是想知道上面的资源 地贸是如何 适不适合建立的基地等等 美国的探阅计划 也有一个空荡的时间 也補长了三十年左右 但是似乎最近 不知道什么特别原因 就肯做回 我相信是火性的发射成本 低了很多次 导致这件事 其实刚刚这个星期 你不是看到SpaceX 不知道三日四十两次吗 是的 现在就当是旅行 好像坐飞机 好像以前的船旗 是的 这个多得私营部门 他做这方面效率高很多 另外一个海蠍尾 第一节就来看看 有一个星球叫SYKE 原来里面有很多铁 其实我们今天都可以说这个 但因为它退遲了这个项目 好像说上了上去 可能有一天 直接吸收了这个东西 采矿 就是用了铁 如果有铁 如果有铁有金 那就会发达了 不要说这些位置 铁比金更重要 因为你真的可以用到的材料 比交易的材料更重要 而且金在地球上 是因为 化学活泼程度不高 但我告诉你 这些天上的铁 基本上很少生瘦 是吗 因为那里没有养给它生瘦 你如果走去香港 有些卖银石的地方 有间铁在王国卖化石 卖银石 你买一块天铁 那块铁 如果不好好保养它 它就会慢慢生瘦 但是它通常找一块油包着 天下跌下来的铁 没有经过长期氧气的暴露 它不生瘦的就是铁 不用提煉的 本身就是一个 不用提煉的铁 有些人说 如果拿这块铁回来 真的会发达 就算是铁也会发达大 现在拿走这块铁 但要令到这块铁安全着陆的成本 是铁铁本身的 是吗 现在它在计划 如果有效益 拿下来就真的发达 相信这东西都离不开美国佬了 是的 但是看这个项目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详细说 因为它从8月退遍到9月20号 但是简单来说 现在的太空探索 我想速度很快 快到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 都会有一个新东西 所以我们是避免 弄到整集都说这些 所以我们是要说其他东西 另外提一提 就是香港的太空馆 就有一个关于英俊 卡布莎 卡布莎的纪录片 就放近了 那是一个小行星任务的纪录片 另外恐龙的化石 下个星期开始香港展览 我也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带小朋友来看看 看完之后 就不如看这个 《珠罗记世界》 那就很开心 这节目结束 我们下节再回来